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泳教练 对 大学的时候读体育系 是 游泳教练听说证照有几张 就考了九张证照 然后你当过街头艺人 你也有街头艺人证照 对 考三张 新竹先新竹是 桃园市 因为是不同地方的 对 每个地方要重新考一张 对 那街头艺人考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在当街头艺人之前 我在餐厅当过驻唱歌手 然后餐厅 因为我去唱的那家餐厅 生意没有很好 对 然后人很少就很 我就想说 那我可以去街头唱歌人比较多 然后我发现考街头艺人 就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可以在街头上 合法的乞讨跟卖身 被你 不知道为什么啊 其实祈祷跟卖身 听起来有点悲惨 可是你说起来 就觉得有种喜感 我觉得可能 这是你整个人 结合了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 好 接下来我就一点一点念 跆拳道冠军 舅舍员教练 立为若雪人 好 这个待会我们后面 可以好好慢慢聊 是的 是的 但是其实主要你的主页 是檸檬茶的 创办人跟老板 是的 是的 做了六年了 为什么是檸檬茶 刚好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也一直在思考说 我未来的人生 要做什么工作 我就想过可能就是 或者就是做游泳教练 或者就是演讲当讲师 但那时候 遇到比较现实的问题是 刚好我妹妹要读大学 那必须也要 算是养家活口 因为我爸爸 比较早就过世了 那就看到 爸爸曾经遗留下来的 一个老茶茶 那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把这个老茶茶 那接下来 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模式 带着我妹妹一起创业 对 虽然我觉得 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直接支付我妹妹的学费 养育她 但我觉得我有能力 带着她一起去 负担她的学妹 我们一起自食其力 一起起来 那时候我会从雪柠檬 是刚好那时候 前阵子 应该快要十年前 台湾 冻林场很夯 但是才夯一下而已 所以一堆农民 一窝蜂种柠檬 所以造成柠檬滞销 所以那时候刚好 像那个 有一些大品牌公司 他就找了一些网红 宣传柠檬的好处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哎呦 那时候我觉得柠檬 应该有机会 那时候就 柠檬应该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 我就给她个机会吧 我就买了一些柠檬 然后就尝 就一般人 切柠檬不怎么样 我切柠檬 独臂到望切柠檬 感觉很像 就特别厉害 然后就把这切柠檬影片 丢到网路上 然后就造成了 还蛮大的一个回想 大家说 做成茶我买单 后来就 一直做到现在 还活着 对 而且你知道 因为一开始 如果不认识你的人 可能就 如同你刚刚自己提的 就是会注意到 你独臂刀的这个部分 对 对 可是只要你一开口讲话 大家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又做了 这么多事情 大家就会觉得说 独臂 没有啊 他比我还忙耶 然后能够 他的生命的可能性 比我还多耶 很多人会把他视为限制 但我觉得 你让他变成是你的特色 对 这是你很棒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才叫虎客嘛 对 叫虎客船长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缘分 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成立一个 叫梦想者联盟 然后那时候我就算初代 那时候我们拍一个微电影 他就帮我租了一套 虎客船长装 他还跟我说 这一套呢 郭台铭尾牙时候穿过 哦 穿起来很有feu 后来我就把那个 什么feu 我就觉得很厉害 然后我后来就把那个照片 穿Cosplay的照片 放我名片上面 后来那个注意店老板 看到那个照片之后 就说 以后你这个照片授权给我用 后来就变他们虎客船长的model 是这张照片吗 另外 再更早以前啊 这个是后来做了专属赛贴图了 你还有赖贴图哦 对 你真的太强了 但我喜欢虎客船长的形象是因为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做一些演讲 很激励啊 但所以很多人都会对我很大的期望就是说 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很正面很阳光 没错是给人家起来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做一些小坏事啊 对啊 但我就这样太压力太大了 我就觉得如果叫虎客船长就解决了 因为呢 虎客船长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 亦正亦邪 对 就不会被道德绑架了 真的很妙耶 好了 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柠檬茶 我们先去看一看你的柠檬茶 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独臂刀王在世 全虎客船长都是拿刀抢走 像虎客船长改鞋规则都在杀柠檬 有两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汁在上面太滑不好握住柠檬 第二个是没有擦掉的话 柠檬会腐蚀我的小鸡腿手 对 就会很不舒服 有时候因为害怕人家知道我少一只手 所以我有带了假手 就是因为害怕别人看到我的缺陷的一面 在国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学妹 他就觉得带着一只很奇怪 所以后来我就把自己夹脱下来了 他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手 好可爱喔 我觉得非常的亚裔 因为从小到大 大家看到他就只是会害怕 或嘲笑或很好奇一直问他 第一次有人说他很可爱 然后那时候给我那个心里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之后 我就试着不带假手去上学 小时候我可能认为是缺陷 但现在对我来讲 它是我无法取代的优势 对就是因为创业都会操来他学来学去嘛 那我们的创业很难操喔 首先要先跟我一样变苦客团长才行 在做柠檬茶的过程中 这里面最累的真的是日晒 因为我们在弄这个柠檬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都在大太阳一片一片去翻 有日晒过的柠檬干啊 他做出来的柠檬茶会比较香 从我爷爷他是种茶 到了父亲这一代他是制茶 我妈妈嫁过来的时候 他们开始做茶包这个市场 那到我爸爸过世之后 大概五年左右 我接的时候我跟我妹妹 就专心做柠檬茶这个部分 主要是乌子柠檬 天桔叶 红茶 这三个去把它remix 搅拌在一起 我们这个柠檬茶是 本身对于我们父母 父亲的思念 母亲的孝心 而制作出来的柠檬茶 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妈妈有胃溃疡 所以我们希望是做出 连胃溃疡患者都可以喝的柠檬茶 所以我们在柠檬的选材上 我用的是乌子柠檬 那我爸爸他生前有糖尿病 那糖尿患者很辛苦 喜欢吃甜又不能吃甜 那我们用的是新鲜甜菌 因为没有做任何的加工跟萃取 就很新鲜的把它 用到我们的茶包里面了 好 就这样子柠檬茶就完成了 武克先生 你现在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说 因为你跟你 只有你跟你妹两个人 可能妈妈也会帮忙 是的 所以纯手工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可能你们成本也就那些 能够买原材料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你们吃到现在 都还是坚持纯手工吗 还是已经有找人 来帮忙你们做了呢 它其实是会慢慢的 演进跟推进的部分 然后很多人一直会疯狂说 胡克 你切柠檬 应该用什么机器啊 对 然后但是它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因为对我们来讲 切柠檬用机器跟手工签 它差不了太多 因为我们机器 我们也是用 就是像我妈我妹她们 喜欢用机器 用半自动的那种转 因为那转的我也不好转 所以如果我自己用 还是用手工签 对啊 切得比较快 切得比较快 然后我们有看过那种 全自动机器 我们曾经有想要买过 然后那时候就去 彰化看那机器 看完都觉得 真的切得很快 很满意 结果最后老板说了一句话 我就不敢买 她说她女儿 因为那机器洗完之后 要洗嘛 她女儿去洗的过程中 电都拔掉 突然运转起来 所以她女儿很像 也被截到一只手 我就说 我就说 我们家一个虎客就够了 不需要有第二个第三个 所以我就说 我们还是乖一点 自己手切吧 对啊 这为什么有点悲惨的事情 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 都特别有喜感 我觉得你 你这人真的很有特色 其实真正比较累不是切 而是晒 我们要晒四天 整整四天 那天气不好 可能还要再多晒个五天六天 的部分 对耶 因为最近天气的确不太好 对啊 雨下超多的 不稳定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有太阳拿出去晒 结果拿出去十五分钟 我看到蜻蜓 飞得比较低 乌云密布 然后有闪电声 赶快毛起来收 对 然后一天我们可能这样子 收进来拿出去 就十几趟 所以这还蛮累人的 对 但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的 做柠檬的关系 我们学会了看天吃饭 以及我自己觉得我们预测的 比中央气象菌预测的还准 自己还夹直 神机妙算啊 对 但你当时在创办这个 虎克柠檬茶的时候 因为我这样听起来 可能你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你的人生 不是我要说 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你说可以演讲也好 然后可以继续做教练也好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可能性 你刚刚也说了做柠檬茶很累 但是现在一直坚持地做下去 一定也是你在这里面得到了 得到了很多 对 它是一个交互作用 就是 因为像我们有在做表演唱歌的部分 以前我都很在乎说 我去这一个活动唱歌 价码多少钱 但自从做了柠檬茶之后 我就没有那么在乎 原因是因为 我去了一个活动唱歌嘛 麦克风在我手上 但我唱完之后 我只要再加一句话 我都是喝柠檬茶 包养我的喉咙 所以我们会这样交互作用 对 然后 这真的 因为我们前年 我们去澳洲餐展的时候 因为餐展大家卖 我们就是台湾各个农产品 就世界各地农产品过去 然后那时候去唱 没有卖得那么好 结果我就得到了一个唱歌的机会 我就这样唱完之后 阿完之后 我们的柠檬茶突然就变成澳洲外交官的伴手礼 好笑喔你 对 就是想办法 就没有关系找关系 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嘛 我不管再怎么样这样努力的开发 那时候一个月营业额三万块 就是三万块还没有扣任何成本 我会发现这样是根本无法活的 我就在你身上啊 斜杠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玩得特别的透彻 你是很像在练那个 你知道九阴真经 还是九阳真经那种 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对 你是在做这些不同选择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还是其实你是完全根据 你个人的兴趣出发的呢 其实这些部分是做了才知道 原来可以这样无心插流流成枝 这样的部分 像演讲的时候也是很妙 因为我其实最早是演讲 我大概十七十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演讲 所以到现在二十八岁 你讲了十年的时间 创业六年嘛 所以演讲之力比柠檬茶更久 但后来发现我创业 做柠檬茶的时候 帮助我演讲的时候 就是我每次最后Q&A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问我 几个很可爱的问题 她会说 火课船长 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每次问到这个人 这是必问的 我就说来 现场 要当我女朋友的举手 当小妹妹可能就 那一两个举手 然后我就会把她邀请到台上 我说 我对我女朋友很好 我就立马送她柠檬茶包 然后大家都很羡慕 我就会说 来 再问一次喔 要当我女朋友的举手 结果全部都举手 然后我就说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分 你们被我打枪了 别人被我 然后拿到柠檬茶小朋友 我会教育他们说 回去 你记得要泡给 你的爸爸妈妈喝 他们很辛苦 有一次就很好玩 有一个妈妈 就觅我的粉丝专业说 虎课船长 你知道吗 我家的小朋友 长到了国小六年级 从来都没有倒过茶给我喝 和今天进来 不一样了 到底你没茶给我喝 害我痛哭流涕 PS 我要买10盒 就是 就是一些 我觉得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些 交互效应 周边效应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棒 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产品 我们又可以 教导我们自己 可能所教育过的孩子 奉行 孝道 奉茶 让他增进精子的互动之外 我就觉得 对我自己的事业也很有帮助 所以我会很坚持 或很喜欢这些事业是因为 他带给我的很多成就感 以及跟人家合作的机会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事业 我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有渲染力的人 就是听你讲的故事很 马上就可以进入你的情境 然后气氛就被你带起来了 就好像刚刚妈妈那个留言 妈妈其实也就是打个字 说 虎科船长 你知道吗 今天我的小孩 那我真的很高兴 你刚刚那个角度 那我好像那种 身泪俱下 那感动又要死的感觉 你妹妹是 你妹妹觉得你很好玩吗 还是你妹妹觉得你有无聊 我妹妹喔 她相对的比较理性 我跟我妹妹差五岁 那我们现在创业六年时间 我妹妹刚好已经大学毕业了 当然我常一直 根本是我妹妹的一个想法 是说 以后哥哥要给你养 你要养哥哥 我要给我妹妹养 我就一直观看这个概念 好可怜 对 但我妹真的很优秀 就是她读的是气管系 企业管理 然后像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 柠檬茶主要都给我妹管 然后我就负责 可能 跑一些在外面 比较公关的事情 然后我妹就实际掌权了 然后我妹也很霸气 就是 因为最近我妹读研究所 我也读研究所 只是我读研究所 比较贵 因为在职专班 她说没有钱 我妹就很霸气 哥哥 我帮你出 对 我就好感动喔 对 研究所第一选一学妹 我妹帮我出的 虽然她说要还她 但我不想还她 我们来听听你妹妹怎么说好不好 我们也有采访她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在培养感情 明明就在吵架 比起一般的那种兄弟姐妹 我们算感情算还不错的 就是很称职的哥哥 我也不会把哥哥 当做生这样子看待 我就是把他当正常人 然后就是你工作多少 给你薪水多少 对 我爸爸那时候刚过的时候 其实 其实那时候不会说 突然做柠檬茶 会让我很吓到 因为本身家里就在做 这些茶叶的部分 然后 妈妈也从小做到大 只是说这种形式 可能要是我 我跟哥哥去努力去闯的 一条的新的道路而已 家人都在旁边 其实也不需要害怕 三十个月 我看到她的手 没想到出证的时候 她手的指尖 那时候就 就开始就得优医症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检查都是正常的 就是 就整个人都垮了这样子 可是她照样裹得很开心 对 那时候就是说 把她藏起来 真的 把她藏在三上五年 想说 生一个小孩子 刚好有藏 我想开一个超市 我们进行好的话 那她就接受 就直接当老板 没想到说 遇到那些股东 就掏风 那做了两年 就亏了两三千万 结果整个人都垮掉 我有感觉说 她很棒 她会切 就很高兴 那就感觉说 她会成功 因为之前我又一阵 都睡不着觉 可是看到她们 两个在做这个的话 她的话呢 就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你是二十二岁 就创了 这个柠檬茶的事业 然后你的第一桶金 就是不管是你做教练 或者是演讲 这样攒下来的 十万块钱 从十万块钱开始的 这当中因为 毕竟你是跟农产品有关的 看天吃饭 一定也有 对 然后这些年 不管是天气有很大的变化 疫情 这两年还有疫情的问题 你要不要说说其实 就当然我觉得 你待会可能突然又搞笑起来了 但是这当中一定也有一些 不管是困难或者是低潮 你有经历过哪些事情 是你觉得比较难忘 或是觉得说 人生怎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 在我刚创业的三个月的时候 我一直很积极的去做 很多的陌生开发 然后那时候还研发一个什么 叫借厕所默开发 我就去人家房重公司 她说你能不能借我厕所吗 她借完我厕所的时候 她也感谢你们借我厕所 泡了柠檬茶给你们喝 然后就这样成交了 然后后来房重公司 还邀请我去演讲 但是我不管再怎么样 这样努力的开发 那时候一个月营业额三万块 就是三万还没有扣任何成本 后来发现这样是根本 无法活的 对所以后来开始 创业完三个月之后 又有三个月的时间 是先沉淀下来 开始不管在包装上面 做一些改变 在商业模式上 开始做一些改变 开始有一些 遇到一些长辈 愿意给我提点 说我要开始 做网路的通路 做实体的通路 开始合作 那在创业满一年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 第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算很幸运 所以创业 调整完后 开始有蛮多媒体 帮我做报导 真的是躺着 订单就进来了 对然后房重因为 送礼送我们家柠檬茶 去谈案件 然后就发现 这不是在找柠檬茶 就成交了一千五百万房子 还有这种事 对反正就后来 就是这些衍生的 附加价值很高 但是过了一年后的十一月份 那一年很冷 真的冷 外在冷 内在冷 突然我那个月订单 一盒都没有 订单零 是热潮一过了 我也没做任何的行销 也没做什么粉丝团 人家就不知道我 忘掉我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紧张 想说那该怎么办 对啊 掛蛋 业绩掛蛋 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开始 我很积极的去找了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些咖啡厅 青年创业一起努力 对然后开始找实体店面合作 但这个合作没有这么顺利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那时候一开始找太多 跟我一样太年轻的咖啡厅 会有一个困难点 就是这些咖啡厅 都开不到一年就倒了 搭部分 因为很不容易 然后人家店倒了 我货款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收 一间欠一万 十间 我就负债十万了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 没有这么的顺利 对那也是一直不断的 努力之后开始 遇到一些不错的贵人 提拔我们 那我们开始自己做了自己的官网 那我们开始跟农会合作 那像我们也跟像新东阳合作 所以我们那时候 柠檬茶有进到一些服务区 或者是机场的部分 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去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刚好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遇到疫情 我们营收少了七成 对那影响很大 然后因为我演讲也不能讲了 演讲也被砍了50场 表演春酒尾牙也死光光 柠檬茶也影响到 对所以那一年很辛苦 那也是因为在那么绝境之下 我妹妹自己开始也投入电商 她开始经营虾皮 我妹妹也蛮厉害 她就经营虾皮 半年的时间 就得到虾皮的优选卖家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妹可以养我了 你怎么来 你很强调这件事耶 你仿佛是上电视说完之后 你妹想不养你都不行 对对对 公众承诺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优选店家 她很像每个月要达到一定的 营业额一定的好评数 对对那我觉得她蛮不容易的 感觉就有比较官方认证的感觉 官方认证是蛮重要的 消费者其实是 其实消费者你说她到底 要花多少时间去做认证 她不会 她就会觉得说 因为比方说我喜欢 我喜欢曾宝姨 好然后曾宝姨介绍的东西 可能不会猜到哪里去 那她既然介绍 好吧那我就试看看 对 所以那可是你是怎么 开拓这些东西的是 其实她很重视一件事就是 但是我后来自己创业才发现说 很多人创业如果她在网路创业 她就很focus网路 有些人在跑摆摊的时候 她就很focus摆摊 但是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说 如果你在做跟人家面对面摆摊的时候 你一定要懂一些网路 你才能让你的摆摊的效益放大 让你在下一次摆摊的时候 会有一些铁粉追随着你 到你摆摊现在给你加油鼓励 一样的你在网路上面经营得很好 你一定要有一些实际摆摊的画面 去让你的网路素材更有力道 让人家觉得东西它是有温度的 所以我们刚好也是在摆摊的过程中 那我们也很辛苦 那时候我们是到台北希望广场摆摊 那后来刚好摆摊的时候 心动想就他们的 应该是经理还协力就来看到 我们聊一聊也聊得不错 他们也对我们真的很照顾 我们也从来没有跟这么大的通路合作 但我们也很实在很用心做我们的产品 因为我们其实就很单纯 就只有做一支柠檬茶的部分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还蛮执着我们自己的东西 所以人家可能看到也愿意给我们机会 我们也去把握住 那当然我也希望是一个共好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去摆摊的时候 我也会去在我的粉丝团开直播 我现在在心动洋喔 对对他们来讲 我也可以把我的受众 导到这些同路 就是共好 我是喜欢这种感觉 一起合作 对 因为他们反而很厉害 那第一个他们很狂大的疗效 他们就说 喝我的柠檬茶 可以降血压 降血糖 降血脂 又可以受伸 就你有报警或什么 我不知道 他还恐吓我 而且其实你讲到共好的部分 据我所知也现在有人会把你的柠檬茶当成基底 对 然后它在上面再多做一些变化 对不对 有哪些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它到底还有什么可能性 对对对 很好玩是那时候我们之前有合作一间咖啡厅 他就用我们柠檬茶基底做一个水果茶 那之前有个烘焙业者呢 他用我们柠檬茶做基底做了一个 柠檬茶血Q饼的部分 后来更特别的是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 新主的一个大厨 他比赛 然后用柠檬茶当基底做了一个什么 泰式针鱼的部分 柠檬茶针鱼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 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原来它有无限的生命可以去渲染开来 对 而且现在好像因为太红啊 还有人仿冒你们喔 对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很吐血的事情 因为仿冒我们的人 赚得比我们多很多 他大概两三个月赚到三到六亿 蛤 对 我们就这样估算 然后就很夸张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反而很厉害 第一个他们狂打疗效 他们就说喝我的柠檬茶 可以降血压 降血糖 降血脂 又可以瘦身 然后第二个 他就说 买3送3 买6送6 对 然后因为他们的IP抓不到 所以卫生局要罚他们 罚不到 然后 这些优惠活动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一堆电话说 我要那个降血糖的柠檬茶 我们都要跟客户说 我们不是卖药喔 我们没有降血糖这些部分 对 最近更厉害 他还做了跟我一模一样的包装 还包模 还做了苦客外箱 把我logo印下去 我们自己都没有钱做外箱 他还帮我做外箱 对 但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你有报警或什么 我不知道 他还恐吓我 他还恐吓你 对啊 他就是 在我们网站下订单 说什么我家人今晚会死掉 还什么之类的 就是名字用这一些 然后那时候有网友帮我们去 做留言说他是诈骗集团 结果他还去恐吓网友说 我锁定你IP 我要杀光你全家 我就觉得很可怕 他广告打得很大 他打到Yahoo奇魔的首页 看得到 然后YouTube的首页看得到 然后一些新闻媒体看得到 就是我每天划一个新闻 会看到五个我的广告出来 然后每天看到自己的脸 然后又诈骗集团 所以害我现在照镜子 都觉得自己长得像诈骗集团 就因为这样我们现在 对 还在努力奋战中 所以这是你想要从政的理由吗 这个是我后来落选完之后 后来遇到这件事情 我才知道说 哎呀 为什么没有选上去 选上去我有这些 选上我就可以改变什么 因为以前有相关的立委 立法委员有做过相关的 开记者会立法 但我们发现都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而且我们最怕一件事是 因为他一直宣称疗效这件事情 很多民众买到了假货 然后一直以为可以治糖尿病 自动停药 其实我们很害怕这件事情 但更实际上 我还抓不到人 我不知道要对谁生气 对 所以这个事情的确是 需要大家一起来正视的 希望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能够有更多人关注这件事情 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回到你个人本身的 那个生活当中 就是虽然你生意 其实持续的有在 得到很多大家的注目跟支持 但是你原本有兴趣的这些东西 你也没有放弃 是的 比方说你可能还是继续 希望能够再教生长小朋友 游泳啊 对 然后呢 开展他们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片子好不好 我觉得游泳它是一个 孤独的运动 那就是因为它孤独 所以可以让我整个心静下来 在游泳的过程中 唯有自己的心缠静下来之后 我可以思考了很多 不管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过去 以及我的想法 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游泳在我高中的时候 是我的小小阴霾 以前比水上运动会 原本我们班上也到时第二名 到了我这一棒之后 就变成到时第一名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想说 如果有机会我想要变强 所以后来开始有机会到大学 接触了体育系游泳课 那我开始去训练游泳 先以证照部分 那在证证部分 我包含游泳一些体育项目的账 总共拿了九张的体育证照 那我自己也去比过两次比赛 所谓的那个会行背 身上游泳比赛 那拿了两个金牌 一个是碟式的 一个是混合式的部分 既我以前学生时代有想要拼帕音 但刚好学生时代 因为一场意外 打排球我脚踝裂掉了 所以我的帕音之路就中断了 那虽然我选手之路断 但我的教练之路没有断 有机会遇到需要我的一些生长者 或他的家长 他希望让他孩子动起来 坚强起来 正面起来 那如果刚好我有这个时间 或有这个缘分的话 那我都非常乐意去帮助他 脚要加油力一点 可以可以金牌来 金牌来了 我会发现你脚夹的时候 感觉神经不够 对啊 我想看你手动的超棒的 对啊 你有机会可以吃很大的感觉 像那个立刻胡哲 没有四肢 但也可以冲浪 也可以游泳 所以我就知道说 游泳对于身杖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可以被接纳的一个运动 所以后来我开始研究这个部分 我发现说如果我可以帮助 我身旁的身杖的好朋友 学习游泳的话 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更坚韧 他们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去感染这个社会 给这个社会有更正面的帮助 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真的整个人浑身上面 就写了两个字就是励志 就是像你这样那种以身作则 如果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分享的话 其实你生命本身的实践 就是一种很棒的分享 像你去教小朋友游泳啊 然后他们听你在那边说笑话 我刚刚你地名片给我说你还会变魔术啊 然后你会唱歌逗大家开心啊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你都是在用你的生命告诉 这些孩子们 不要受到限制 不要失去你对生命的想象跟可能性 而你不需要说脚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这种人去演讲 别人会觉得说很烦耶 讲来讲去都是大道理 可是不是其实你整个人站在那里 它就是一个状态 然后别人就明白了 就是说普克都做得到 我有什么好做不到的那种感觉 这是不是也是你 你想要用自己的生命 分享跟教会别人的那个部分呢 其实后来我自己发现一件事情啊 像我自己本身这样子 那当然过程中我也是被很多其他的 也是很优秀的生长者给激励 因为我有一个学长 他跟我一样少一只手 但篮球打很好 对 然后他的名言就是 没有能不能只有要不要 我就哇 这一句话非常的有power 我也觉得很有力道 所以后来我就也发现说 很多事情 它是需要很多的坚持跟信念 所以后来我自己 那时候也有做一个贴子的时候 我能坚持你也可以 去激励很多一些小朋友 或那时候演讲的时候 也会去发 包括我自己成为游泳教练这件事情 游泳原本是我很大的障碍跟落下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比那个水上运动会 然后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游得太慢 慢到我们班上已经倒数第二名了 到我这一棒之后 我就变倒数第一名 回去之后我就被公干 然后同学就一直呛我说 靠腰 扫一只手来游泳游啥 对 之类就是这样被骂 所以我心里一直有应对游泳 后来大学是因为 有机会接触到体育系 我原本是读幼教系 对 然后刚好去修体育系的课 然后我想 我想要学以前高中的词 学词 对 所以适隔了三四年 然后再努力的去练它 没想到就练一练 练出一些心得 我就想说 如果游泳这个运动 我除了自己喜欢之外 我身旁有很多跟我一样 身上朋友 他们比我更优秀 更有生命力 但因为不能运动这件事情 让他们生命变得很脆弱 所以我那时候就思考说 如果我可以透过 教游泳这件事情 让我身旁的身上好朋友 一起学习游泳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才投入 游泳这个专项 然后转到体育系 跌破大家的眼睛 这超跌破 我看你的人生经历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 我追不上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我本身 我本身也是一个 我是一个指掌 就是 就是我有一些肢体障碍 就是我没有办法 很好的控制球 比方说每次我们要 练丢阶的时候 人就在那里 我就是会丢到那里 然后就是有一种 手脑不协调的那种 那应该是假动作 你真的很会安慰人喔 你是心灵导师喔 但是我其实我就为我自己生命 设了一个限制 就是我就是不行啦 没有 但你没有 你就是没有不行 没有你不能 只有你想不想要不要 我觉得其实 不管是你在创业这件事情 虽然最近可能遇到了一些 小小的阻碍 但是我觉得你走过去之后 搞不好你就可以当上立委了 可能就差这一步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都开玩笑说 什么叫做品牌 不是你做多大 不是你去国外餐 而是你有没有被仿冒 被仿冒才叫品牌 我现在假扣我就脱了这个梗 你这 这真的非常乐观 但是我相信你走完这一遭之后 你会得到另外一个生命的礼物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这些人有多苦 那个苦是全身心的苦啊 说有口说不出 然后求助无门的那种苦 然后你知道 如果这些公部门 没有办法帮助你 他们还有些什么地方的缺失 是需要被补上的 然后如果是要立法的话 到底要立一个什么样的法 才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可能你就是缺这个体验 因为你的生命 不断地在告诉所有人就是 我体验过了 所以我可以来跟你分享 我觉得那就是你 生命最绽放的 那个状态跟样子 好 今天我觉得 我承认我学了非常多 就是我学了很多你的乐观 然后你的能量 然后 你对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跟不受限 我真的很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有些人会说 你做这么多工作 那就是你这样 每个都不会赚金 其实它是可以有不同的尝试 然后还有 你会有不同的面向去看事情 今天的主题真的是斜杠 刚刚我们听了斜杠的详亲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位斜杠的女生 她叫做丸子 她同时拥有五个职业 可是她之所以拥有五个职业 并不是因为她想要赚很多钱 而是觉得她可以透过五个不同的管道跟方式 帮助别人 我们来听听丸子的故事 被好友昵称为丸子的菜碗汁 是一位美甲师 她与朋友一起开社公司 推广身心灵课程 她在蔬食餐厅打工 她也曾在荧光幕前演出 她也曾在荧光幕前演出 没了 没了 好不好 我看看 我的荧光再过来 谢谢 而她的韩国商品直销事业才刚起步 当然三十岁的她过着别人眼中的斜盖生活 其实我把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合在一起的 对 所以我其实只是在做我 每天在做我自己觉得开心跟喜欢的事情 这样子 餐厅打工是为了赚取她完成梦想的本钱 从中她也找到了工作的意义 我当初是因为美甲的工作结束了 那我要自己开一间美甲工作室 但是这个期间 就是在准备的这段期间 我不想要让自己就是没有这个精源 所以我就问了我朋友 那我朋友刚好就是这边的主厨这样子 那它是一间素食餐厅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是正在推广素食 对整个就是环保啊 然后人类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对 青少年时期 婉芝就曾经梦想开设美甲工作室 她希望借此与顾客分享美丽事物 在平凡的日常中得到疗愈的力量 工作很忙 然后很烦的时候看到这个指甲 她会觉得她自己是一个 手还是美美的 然后很爱自己的一个人这样子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是美术班 然后高中的时候是表演艺术科 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 就是艺术相关的东西 那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有 开始出现水晶指甲 然后我就自己去美财行 买了材料 然后我就真的做出来了 我好像就是查资料 当然不是真的很好看啦 但是至少那个形状啊什么的 就是都有做出来 然后直到我 嗯 学了美甲靠了证照之后 有一天我在整理房间 我就发现一本我小学的 笔记本 然后那个笔记本里面 居然有一张美甲店的名片 就是小学的时候 在我们家附近 对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原来我从这么小 就 就是 就有这个种子在这边 对 燃点比较高一点 我在工作室 就是要迎接客人之前 我就是会做一个这样子 自己进化空间 跟安定自己的仪式 对 算是仪式吧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其实客人进来都会觉得 这个空间都是蛮舒服的 然后也不会一直觉得说 好 我想要赶时间啊 然后我要赶快走啊 就是 屁股仰坐不住这样子 嗯 然后也都会在这个空间就是 跟我相处得蛮开心的 我的客人 就是也对我很好 就是 做完指甲之后 还陪我去那个 去IKEA 然后 去买了家具 还帮我搬回来 对 就是 后来客人就是都变成 好朋友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 我的成就感之一 对 就是可以跟顾客变成 朋友这件事情 蔡婉芝高中毕业时 来到著名的丛林道场 当时她正迷惘于 该继续升学 或是就业 求签的结果 却建议她 开始接触佛法 于是 当下就加入道场 所举办的青年营 不仅让她从此 亲近宗教 学习打坐 来关照内心 平静情绪 也因此 认识了几位同好 后来干脆合伙 一起推动 身心灵成长课程 其实她们是两位 一位是很年轻的萨满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很年轻的灵气导师 那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一起 有了这间公司 其实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分工 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会办一些 像是工作坊 那工作坊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课程 可能就是一天的工作坊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说力量动物啊 有时候一些灵气疗愈的这样子的体验 可以让一般很就是生活很繁忙的人 或者是说一些很不想上班的上班族 就是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身心灵的疗愈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有培养就是灵气老师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项目 好 她的包装里面有一条桩桩 它就是从那边撕开 了解 身兼五种不同身份 年纪轻轻却勇于尝试寻找不同定位 泰婉芝认为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爸爸其实是开计程车 对 那那时候买 就是我的小时候他买了一栋房子 那他为了要在很快的时间内还完贷款 所以他就从就是早上到晚上 很早就出门了 然后很晚才回家这样子 然后他很快很快的就把贷款还完 但是其实伴随的是就是会有一些身体的病痛 对 那我其实觉得我要把好的部分学起来 就是我要努力的工作 那我可以达到就是像爸爸这样子 可以照顾一个家庭 然后但是我要把这个健康的身体也要纳进来 所以其实我现在还是会很照顾自己的身体 比如说像是多喝水啊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会运动这样子 嗯 其实像就是多职工作者啊 或者是斜杠青年之类的 然后这些名称都是近期就是出现的 但我其实在这个之前 像我在学校社团或者是各个科系 就是已经有在做这样子 类似像是斜杠的工作 对 然后嗯 其实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 当然有些人会说你做这么多工作 那你是就是你这样每个都不会转金 对 那好处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可以有不同的尝试 然后还有你会有不同的面向去看事情 例如说美甲工作室我自己是老板 所以我会以老板的角度去看很多事情 那在这边我是人家的员工 所以我也会了解说员工员工对于就是自己的工作 他看的角度是什么 那在嗯 嗯 身心灵的这个工作的部分呢 我就是别人的合伙人 对 那其实这样子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对我自己是会有很大的成长 然后你也会发现很 你自己的一些潜能 对 然后还有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还有时间是很自由可以调配的 丸子的故事呢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最棒的一点就是 他们不会给自己的生命设下太多的限制 这样他们就有空间可以容许每一个来到自己生命当中的惊喜跟可能性 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人 而不是成为一种人 不知道今天的故事呢 会不会让你对斜杠有更多的了解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这一套真的 我只能用浮夸两个字来形容 哇 夸张不是罪过 消遣了每一次差遇翻空 难道非要浮夸吗 陈毅欣 陈毅欣听到了 会哭出来 有没有 然后重点是你看这边 还不忘卖柠檬茶 这个人真的是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